第882集 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心里正在想着什么 只有他明白 他是在规划 规划那个哥布国在到手之后该如何治理 如何把他变成美好的模样 好交给他亲爱的冉冉 虽然君木林给出的建议依然是暗兵不动 跟他之前的选择没有什么两样 但康薛文就是心里有了底 即使暗兵不动也觉得有了方向 因为君木林来了 因为白赫然也要来了 如今这两个小娃娃是他全部的希望 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林寒生的惨死 和白金红扶在他脚下痛哭求饶 但他是一定不会放过白金红的 他从未在女人手里吃过亏 这次却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叫他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 次日晌午 林寒生果然进了同城 康薛文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于是赶紧叫盯着他的那些暗哨去接 派去的人没多一会儿就回来了 告诉他林师爷已经回了自己的宅子 说要休整 暂时不到衙门来了 也请康大人不要去打扰 他想见您时自然会见的 没错 林寒生在同城也是失业的身份 而且还在城里有一座宅子 康薛文听说他回了自己的宅子 还说暂时不见自己 明面上表现的是无奈 一遍一遍地说 哎呀 怎么 怎么就不见我呢 要休整到我府上来休整多好啊 他家里都没几个下人侍候的 哎呀 这岳父大人啊 真是跟我客气啊 这不是见外吗 但实际上 心里却是狠狠地松了口气 因为他怕林寒生是下骨的行家 他实在是怕对方感觉到 他体内的骨已经失效 再重新给他下一回 好在林寒生不到他这里来 甚至进了林宅之后 就关紧了府门 非但自己不肯出来 轻易也不会放人进去 康薛文想起 昨夜得自君母领的消息 林寒生受伤了 看来伤得还真是不轻 林宅是一处 甚少有人进去过的宅院 别说康薛文只到过府门口 从未踏入过一步 就是白金红也只进去过几回 且每回都在一个固定的房间 做着伺候林寒生的事 至于林宅里面 除了林寒生和他贴身的暗哨之外 闲杂人等是不得进入的 林宅里有一股子味道 越往里走 味道就越浓烈 林寒生觉得那味道很好闻 但府里的下人和他那几个暗哨们 却不这样认为 他们觉得那是腐烂的味道 若是不用内力闭了口鼻 真会忍不住呕吐起来 即使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暗哨 也忍不住的 何况他们只是戈部的暗哨 戈部的暗哨 照东秦的暗哨差很多 跟阎王殿的暗哨更是没法比 就拿盯着康薛文这件事来说 每晚康薛文睡觉了 他们就也跟着睡觉了 而且睡得还挺沉 否则不至于康薛文 大半夜的进密道往外跑 他们都没有察觉 民府是林寒生在同城的巢穴 他喜欢用巢穴来形容自己这座宅子 因为里面养了蛊虫 还放了一具专供蛊虫啃式的尸体 之所以人们会闻到腐烂的味道 一方面是尸体传出来的 一方面也是他制了不少药水 每一种药水的味道都极其难闻 林寒生每日接触这些东西 为避免自己身上不被染上味道 所以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研制香料 制各种香料 甚至一度成为割部制香第一人 他也将制香的手艺传给过林小桃和白燕宇 倒是让他的女儿和外孙女 成为了白赫然的左膀右臂 他有些想念他的女儿和外孙女 那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肉 却不敢太过于接近 林寒生此刻正躺在床榻上 脖子上缠着白棉布 棉布底下是他自己配的药粉 虽然伤已经不致命 但动一下还是很疼 总得再养几天才敢动脖子 他恨死了魏景彤的那个女儿 也恨死了自己没有防备 居然被一个疯子给咬了 可是真的只是巧合吗 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却不知蹊跷是在哪里 站在榻边伺候他的是一位老仆人 年纪得有六十了 一脸的皱纹 看起来老太隆重 两人其实并没有差多少岁数 林寒生也五十多了 但林寒生手里有药 吃了能让人看起来年轻 所以当这老仆人站到他踏边时 两人看起来竟有些父子的感觉 这是林寒生最信任的老仆 是戈布林家的家生奴 从十几岁起就照顾年幼的林寒生 一直到他离开戈布 混迹于东寝 这位老仆也是一直跟着他走南闯北的唱戏 看着他坐拥一个又一个女人 也看着他从其中一个女人手里 接下唯一的女儿 林寒生看着这个老仆 沙哑着声音叫了句 全赵 是这老仆的名字 全赵立即弯了身 轻声问他 少爷想说什么 你慢慢说 省得喉咙疼 林寒生摇摇头 不疼 又要了 只要不用力转动 说话没什么事 我只是要告诉你啊 我重伤的消息 千万不可传回戈布 虽然我林家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了 但只要我在 林家大宅就还在 宗祠也还在 若我因为重伤 让国君陛下 以为我已经失去价值 那我就连林家最后的体面也保不住 全赵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全赵点头 老奴明白 可是少爷也不要过于悲观 您是割部唯一的骨师 国君陛下是不会轻易放弃您的 就拿蓝城和铜城来说 要是没有您 也不会有今日之相啊 林寒生一脸苦涩 唯一的骨师又能如何 骨质已属于国君陛下来说 不过是尽上天花罢了 有则用 没有也没什么所谓 隔部自建都以来 真正仰仗的永远都是大卦师 只有卦之一数 才是隔部的立国之根本 国君陛下会在意卦师 却不会太在意古师 如今有大卦师在抄 我凭这一骨术 勉强得了国医之名 又利用骨术控制了蓝铜亮城 如此 才在国君陛下心中 被高看了那么一眼 但若人废了 就再也翻不过身了 全赵脸色也不太好看 每每说起国君身边的大卦师 他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那个孩子会把我压得死死的 他就等着我这一天呢 全赵 你是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他究竟是哪来的那么大本事 他算得挂针就准吗 可惜他不肯给我算 否则我倒是要算一算 此番是不是我一大劫 这个劫究竟能不能闯得过去 少爷说得严重了 不过是受了点伤 怎么可能闯不过去呢 您手里啊 尽是好药 治个外伤是没有问题的 全赵一边说一边伸手去看他的伤口 一边看一边就皱眉 这伤口怎么还恶化了呢 比昨儿换药时溃烂得还要严重 按说人咬出来的都是外伤 林寒生手里的药是特制的 有奇效 最多三五日光景也就能好得差不多了 即便是伤到了咽喉 那种药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伤处修复 最多就是好的慢一些 却绝对没有在用药的情况下 伤口还继续溃烂的可能 至少他跟了林寒生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这 少爷有没有用错药啊 他不放心地问了句 林寒生脸色愈发难看 又饿祸了是不是 到什么程度了 全赵点点头说 伤口化浓了 透过了棉布印了出来 棉布又要化了 说完就要去取干棉布换药 可是才一转身就被林寒生拉了一把 不用再换了 换几次都没有用的 蔚蓝的牙上有毒 这话把全赵给吓了一跳 牙上有毒 怎么可能啊 他一个身归中的大小姐 还受了刺激发了疯 谁能在他的牙上抹毒啊 何况魏夫里尽是我们的人 根本就没有可疑的人接近他呀 再说 如果牙上有毒 他自己如何能活呀 莫不是事先吃了解药 林寒生闭上眼睛 将发生在魏府宴席上的那一幕 反反复复地回响 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错过 可无论怎么想 也想不出有什么可疑之人接近过蔚蓝 不应该有毒啊 全赵还在分析 少爷 您也是使毒的行家 如果有毒 您应该一早就发现了才是啊 不应该到这会儿 咱们才有所察觉呀 除非这下毒的人 是比您还要厉害的高手 那么 全赵突然一顿 一双眼睛猛地瞪大了去 林寒生看着他的样子 阴森森地开口问道 你也想到了是不是 我是养骨之人 身上带着血养了二十多年的牧虫 别说是一般的毒 就算是罗叶国那忽原家族的毒 也认为耐好不得 这天底下唯一能在阳骨之人身上 无形无影下了手的 除了他 他说到这里 脸色依然是惨白 他来了 可是他在哪呢 全赵明白 所谓的他 说的就是东秦的天赐公主 文国公府的嫡小姐 白赫然 那是他们千方万方之人 甚至在听说了白赫然 跟十皇子要去戈部之后 洒下了天罗地网去寻找与劫持 可惜 一直到此刻 依然没有寻到那两人的踪迹 林寒生躺在床榻上 一脸的绝望 不是他们藏得好 这天底下藏得再好的人 也终有一天会被找到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藏啊 他们是大摇大摆 到了兰城的 他终于想到 卫府宴席上 有什么人接近过卫兰了 是的 是那个丫鬟 那根本不是刘家的丫鬟 他就是白赫然 大家好 在下讲故事的明灵 播出时间尚短 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喜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交流 爱你们哦